红绿灯下的轿车被烈焰完全吞噬 变成一团火球 火势猛烈甚至达到一层楼高 黑色浓烟直冲天际 红白色火光照亮整个街头 还不时发出爆炸声响 消防人员到场立刻布下水线 朝轿车喷水 大量白烟下隐约透出 被烧得焦黑的车体 下阳场面二号深夜十点多 发生在基隆市骑毒区重制街 疑似因为上方电线杆起火 形成大量火花波及下方轿车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索性经过十分钟抢救 迅速扑灭没有人员受伤 另外在新北中和轰炉地 也发生火烧车意外 画面中轿车车头大火狂烧 警员第一时间拿出灭火器 朝着车头和车底燃烧部分狂喷 但火势却完全没有变小 商防队到场立刻提起水线 向硬清室涉水降温 迅速将火势扑灭 起火车辆引擎有漏油状况 由于碰上端午廉价 没有及时修复 爬山时疑似引擎温度过高 导致车辆起火 端午廉价才开始 两名车主却不幸遭遇火烧车事件 所幸火势及时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驻立荣金卫中张志仁基隆新北综合报道